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维积分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单元来介绍散度 散度Divergence 它的定义是这样子的 首先我们介绍这个定义 这个F是一个向量场 也就是Vector Value Function 它第一分量 我们假设为F1 第二分量F2 第三分量F3 那么它的散度 我们是怎么定义的呢 散度的话定义的就是 对第一分量对X来偏微 第二分量对Y来偏微 第三分量对Z来偏微 然后三个再加起来 那么为什么要这样定义呢 这个我们来解释一下 它的意义 这个物理意义就是说 如果说是一个单点来说的话 就是说在这个向量场的情况之下 包含这个点 在单位体积的净的流出量 那么各位同学看这个叙述 恐怕不是很了解 事实上我们也未必是要用一个方格子 但是这个会比较解释比较方便 那么事实上来说的话呢 就是在它的周边 包含这个点的净流出量 好那么我们来进行一个解释 在解释之前 我们先介绍垂直流量是怎么算的 假设这个F 这个向量场的话呢 表示是流体的速度 比如说像是水 这是不可压缩流 它的速度的话呢 是F 那么T代表时间 那么这是F 这是一个向右斜角的 这样过去 那么在这个 叠塔T一段时间的话呢 F乘上叠塔T的代表是什么 这个时间之内通过的流量 也就是说是相当于是这个的长度的意思 它加上一个绝对值 就是代表是它的长度 好 那这个长度的话呢 我们想要算的是什么 我们想要算的是这个橘子色的 这个橘子色的话呢 假设叫做DeltaS 我们想考虑的是 穿过这个的流量 垂直的流量 那现在这个是斜的 这个是 这是叫做Normal 这是Normal 这是法线的方向 那么我们要算的是什么呢 这个向量的话呢 在法线上面的这个夹角 应该说是在这个法线上面的分量 那么同学要知道的说 如果我们对它内积的话呢 F dot 这个N的话呢 是等于 A dot B 等于A B cos Theta 夹角 那么因为它的长度是1 所以相当于的话呢 就是它的内积 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来说 它就相当于是投影 这个是它的投影 好 那么我们可以知道 怎么样的结果呢 这个的穿过的这个流量的话呢 相当于就是 这个乘上我们的DeltaS 这块区域的面积 高度乘上面积 就是我们的总流量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记一下 这是 这是我们的向量场啊 然后在它的Normal的方向的内积 再乘上 这块的面积 那么我们记住 然后等一下我们就来证明 为什么是流出的流量了 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一个 有画的比较夸张 画的比较大 现在考虑的是这个地方 假设叫做 I 就是100 从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穿过去 各位同学 我们以这个XYZ的唯一开始 向右走的话呢 这边是X加上DeltaX 这边YZ的话呢 没有动 如果往这个地方 假设是往各位同学的右边啊 就是往往这个 你们的前面的方向走的话 这边是增加了一个Y 这是Y方向 如果是往上面走的话呢 就是Z方向 好 那现在我们来讨论的是什么呢 一个单位的体积 流体经过河面 流往河外的速率为多少 那现在我们来做的是 刚刚我们介绍过 它的这个做法 就是我们的F向量 跟这个I乘上一个内积 再乘上什么 这一块的面积 这块面积 各位同学知道 这一块是DeltaY 往上走呢 这叫做DeltaZ 所以我们要算的是 这个的流量 那么同学要知道 这是100 所以我们只要留下了 第一分量就可以了 那这边就是F1 F1 那这个的值 就是带这边的值 这边的值的话呢 就是X加上DeltaXYZ 再乘上DeltaY DeltaZ 好 现在我们在讨论的是 这个红色的部分 这边的流量 这边是负I 这边是负I的话呢 那我们这边一样做 这边就乘上 DOT负I 这边一样 这边的话呢 也是DeltaY DeltaZ 不过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这边的这个F 它是XYZ 它是不是这个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就写 等于F1 XYZ 乘上DeltaY DeltaZ 好 现在 从这个方向来说 在X 就是X方向 它的这个 总流出的量 是多少呢 这两个应该要做一个 相加的动作 那么我们就进行一个相加 相加一个 正一个负 所以是变成一个减一个 好 我们做到这个地方来以后 因为这边有一个 DeltaY DeltaZ 我们上下都同乘一个 DeltaX 来 我们就来做一个 相除的动作 DeltaX在底下 然后外面就是 DeltaX DeltaY DeltaZ 好 现在我们来想一想 如果DeltaX DeltaY DeltaZ 很小 也就是说 它是趋近在这个点上面来说的话 那么这个就变什么 这就是 对第一分量的偏微分 这个趋近里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第一分量的偏微分 再乘上 DeltaX DeltaY DeltaZ 这就是我们在X方向的 一个流出量 那么当然 我们同理 我们要去算什么 Y方向的 这是Y方向的 还有呢 Z方向的 那现在我们把它全部都总和起来 现在注意的是这个资料 X方向 刚刚我们算过了 X方向的话呢 是这样 对 这个是对F1来偏微分 这边是变数是X 就是X方向 乘上 DeltaX DeltaY DeltaZ 这是这样的情况 那么Y呢 Y 各位同学依此类推 Y的方向 那就是 PartialF2 第二分量 那这就是Y了 DeltaX DeltaY DeltaZ Z方向呢 那当然一样 是这个 这个 然后乘上DeltaX DeltaY DeltaZ 所有的全部的流出量 流出量 我们分成了三个部分 就是三个相加就对了 三个相加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再乘上 DeltaX DeltaY DeltaZ 这是我们的整个盒子的体积 那么单位体积的流出量 就除掉它 就可以了 就变成了什么呢 是这样子 Delta 这个是 只是留下了是这里面的 第一分量对X偏微 加上第二分量对Y偏微 再加上第三分量对Z偏微 那这个我们就称为 散出的量 就是所谓的散度 这就是我们散步的 散度的解释 我们这个单元介绍的 什么叫做散度 是用一个简单的方式 来做一个证明跟解释 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单位体积流出的量 那我们要介绍的 给各位同学是 当然刚刚我们是三个方向 是用一个方格子来做 事实上我们当然不限于说是 一定要用四方的盒子 事实上所有的方向 都可以把它分成了 X方向 Y方向 跟Z方向 那么Divergence的话呢 我们记得 是三个加起来 这是什么 这是纯量 这不是向量哦 那同学要知道 那我们的记忆的方法 很简单 这个字叫做Del 这是一个运算子 对X偏尾 对Y偏尾 对Z偏尾 这边的话呢 是空的 是准备要放着 然后呢 我们用Dot方式 这是什么 这是F1 F2 F3 我们做一个内积 就可以算出 这个叫做 这个在这个立场里面 不是在立场 这个在这个向量场里面的 流出量 某一点的流出量